最怕遇到的事情 我個人已經解決了啦 我啦小鐘哥很常被問到 就是說他什麼時候結婚 對 那我們已經知道要怎麼回覆 你怎麼回覆 沒有結婚還不是因為你 然後長輩就會說 關我們什麼事 我就說對啊 所以就直接這樣回答他 這樣講也對 對啊 我曾經有嗆過一個 我現在覺得很沒禮貌的事情 就是他還是每次看到我都說 有沒有談戀愛 那因為我們當時我其實 七年沒有談戀愛 我就覺得問到一個 心裡很大的傷這樣子 然後他每次看到我就是問說 怎麼還沒有男朋友幾歲了 那有一次我就真的很火 我就嗆了一句話 我說我會在妳進棺材前嫁掉 對 然後我嗆完之後 我進電梯我就哭了 因為我覺得 其實他問到我心裡的痛 可是我會覺得那個 妳到底是故意的 還是妳真的是關心 我其實有點搞不清 可是那時候我還小了 就我只能說我真的很沒禮貌 他好險他現在身體很好這樣子 可是妳也是完成承諾啊 我覺得 這就是 這就是